大家好,我是五年,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也是鬼灭之人点点滴滴的事情 今天要说的是鹰柱,以随天元 以随天元是鬼杀队的鹰柱 他是鬼杀队中最遥远的男人 他的身高198公分 所以让人对他印象深刻,是他的外貌奇特 但实际上,他是鬼杀队中最优秀的帅哥 而且,他还有三位老婆呢 我这样讲解关于以随天元的酷陷事情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影片的通知 以随天元在加入鬼杀队之前是忍者 由于他经历过严格和特殊训练 他拥有出色的身体能力和抗读能力 天元平时常戴头饰 头饰上相有三颗大钻石和三颗小钻石 如果取下头饰,把头发放下来 他就是一个超级大帅哥 在漫画第七十一画中 天元要求探自然,善意,还有益之助 以女装的方式潜入油锅 任务师前往三家科业的店找他的老婆 然后收集相关情报 青楼的老板娘看到天元帅气的脸口 嘴巴笑得不能关起来了 他被天元的魅力所吸引了 善意也不想和他说话 天元有三位老婆加上他那张超级帅的脸 天元初次登场是在第四十四画中 当时探自然被带到住的会议上 那时候探自然第一次见到他 在漫画七十画中 探自然完成任务回复时 听到门外传来尖叫声 按照鬼杀队的规矩 天元无需蝴蝶冷的许可 便可直接阵用蝶屋非聚者的队员 于是天元打算将神奇葵和高田奈岁带走 后来经过谈判 探自然一只柱 善意 三人希望能代替他们则行任务 天元也同意他们的请求 在七十一画漫画中 天元要探自然一行人前往藤之家做准备 意思是要他们伪装女人潜入油锅 天元叫他们跟上来然后就消失了 以谁天元是柱中速度最快的 第二块可是风柱 他们在奔跑时都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就连比较名略的一只柱有没有察觉到 在漫画第七十七画中 天元前往切剑室 救出了被多吉求精的楚河 楚河是他的其中一位老婆 楚河为最查鬼的行踪 变装护入著名青龙晋级屋 其间发现花魁就是上弦之六 但他已经引起对方怀疑 为求至宝逃离晋级屋而服下毒药 在要被送往切剑室时 多吉送了他自己的衣袋 衣袋是作为监视杀害之用 赶来解救楚河的天元让他服下解毒气 在这一刻我们可以看到 身为丈夫的他担心自己弃子的安危 拯救弃子的帅气场景 平时是看不到的 在漫画第八十八画中 在天元带领炭之狼 三女还有一只柱 他们开始和上弦之六开打 在有一幕中 天元说我没有什么天赋 我不能像恋律一样 但他没有表现任何负面的想法 反而还激励了大家 在漫画第九十三画中 肌肤太狼先前砍中天元的攻击中含有剧毒 以为他会死于剧毒 但他自带抗性 不会像一般人快速死去 而他刚好帅气的把普面完成了 普面是天元独有战斗计算公式 通过读取敌人攻击动作的节奏 将敌人的一举一动换位声音 可以更容易一次敌人的攻击和反击 天元在战斗中 失去一只手还有一只眼睛 他拼死要拿下上弦的头 这个场景给看他作为猪的决心 是一个非常帅心热血的战斗 在一百三十画中 天元担任导师 他对猪以下的队员展开暴力特训 来提升基础体力 他摆脱之前担任猪的怪异外表 他这样的打扮其实蛮帅气的 天元在上次和上弦战斗中 失去左臂和右臂 于是他从柱中退役 不过在那之后 他依然留在鬼杀队 他负责培养新一代的鬼杀队成员 虽然他失去左眼和右臂 但实力依然还是强大 恐怕除了柱以外 应该没有人给打败他 前面介绍了硬柱的酷炫场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帅气的语录 他说话的方式非常有特色 他用独特的狗头蝉 猎如华丽 还自称自己是祭典之神 漫画四十五话中 以随天元初次登场 就说了非常华丽的话 在联约说 帮我们几个处理就好 只要失鬼 斩首就是了 接着到天元说 我们就华丽的把头颅砍下来吧 让你们见识一下 最为华丽的血色飞沫 非常华丽的华丽 在这一段中 他已经说了四次华丽了 在漫画四十六话中 产无夫要哉 任何探志兰和迷斗子 希望大家可以接纳他们 先是背名以行回应他难以服从 之后到天元说 我也华丽的反对 我无法接纳带着鬼的鬼杀队队员 他表示反对 而且还是华丽的反对 在这个场景来看 凡是和无产有关系的鬼 诸都会反对 和无产有关系的人 当时要不是有产物 不要哉在的话 他们是绝对不会接纳 探志郎他们 要他们接纳探志郎他们 就好像要他们死这样 在漫画七十一话中 他对探志郎他们说 我是神 你们是渣子 我让你们学狗 你就学狗 我让你装红 你就装红 要全心潜意地奉承我 再说一遍 我是神 听完这些后 我觉得这个猪还蛮中恶的 其实他是要表达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就好 对于我是神这句话 他应该是要说 我是你们的上司 你们应该尊敬我的意思吧 在漫画七十五话中 他们和探志郎失去了联系 天元要探志郎离开花街 他对探志郎他们说 不必羞愧 活下来就是生理 不可看错时机 说完他就消失了 他觉得探志郎他们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他想独自一人去面对 平时收话粗鲁的天元对部下表现出善意 在这一幕可以感受他很帅气 漫画第七十九话中 蚯蚓带与一只柱和善意战斗 后来天元发现他们在地底洞 于是他帅气的救场 一只柱他们在地底洞战斗 突然天花板被轰鸣声炸开 天元的出现 一眨眼的功夫把蚯蚓带展成了碎变 然后他帅气的说 抱歉我来晚了 接下来要华丽的大闹一场 当危机时 天元及时出现 让人觉得他非常有安全感和可靠感 是女神的话 应该会突然被他电到了 漫画八十话中 有一段天元和老婆的回忆场景 天元告诉老婆们说 性命比人物更重要 你们要顾好自己就行 鬼杀队会保护脑子不想事情的普通人 不过华丽的来讲 我很看重你们 所以不要死 虽然他有三位老婆 但却可以和睦相处 他们可以相处那么久 那个秘诀应该是天元 他的言行和善良吧 他对每一个的爱都是平等的 漫画八十七话中 天元对基伏太郎说一句话 我看起来像是有才能的人吗 连我这种水平的人 都能让你觉得有才能 我看你的人生 也是过得相当幸福啊 天元想和他说 其实他是没有天赋的人 鬼杀队中有天才一般的人 但他是靠自己的努力 才走到这一步 但在基伏太郎眼里 天元是他迄今为止 杀死的柱有所不同 是他所面对的柱中最强大的之一 在漫画九十一话中 炭治郎救了天元的老婆楚贺 当时炭治郎混合呼吸 把火之神神了 和水之呼吸合起来用 他成功地救出了楚贺 而天元出现在基伏太郎身后 他说赵文炭治郎 感谢你 这是他第一次说出炭治郎的全名 在那一刻他认同炭治郎这小子了 在漫画九十五话中 天元全身的毒已经蔓延全身了 他在病临死亡前有话想说 我有疑言要说 至今为止的人生 天元原本打算在临死前 说出自己的人生 但他的老婆在那边大哭大叫 好像老公已经死了 导致原本还有劣气说话的天元 说不出来了 最后毒已经害到他的舌头动不了了 后来天元得到梅豆子的帮助 把他全身的毒都清除了 他的战斗场景 目前只处迅载和上弦直流的战斗 他所使用的阴质呼吸 都是华丽和破坏性的 但并非所有类型的阴质呼吸出现过 目前使用过的招式有 一支型 轰 斩机会产生爆炸 并伴随有巨大声响 爆炸足以在地面炸开一个大洞 四支型 响斩 指挥双刀在自身前方产生爆炸 五支型 鸣弦咒咒 挥动旋转的刀向对手攻去 而旋转的刀能产生爆炸 鹰之呼吸与雷之呼吸一样 在发动招式时会有如同响雷的声音 除了鹰之呼吸外 天元还有特殊火药球 他的进攻每个都射击大爆炸 这次喜欢华丽的他所持有的战斗风格 另外还有的是普面 天元独窗的战斗计算公式 通过研究判断敌人攻击动作的节奏 转换成音律 从而搞懂对方的攻击习惯 虽然他的语言和古怪的外形非常奇怪 他拥有三位心爱的老婆 在和上险的战斗中 他也未忘记关心老婆们 在忍者一族中 多妻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忍者一族都存在灭族的风险 为了拥有居层者 于是他们给一夫多妻 剩下多名孩子 为了确保孩子中有人可以居层 天元可是验恶忍者的残酷世界 但他还是成为了忍者 但在照顾妻子方面 他和其他忍者不同 他会优先关心自己的老婆 当天元出现在老婆面前的时候 他们的笑容可是写在脸上了 在他们心目中 天元就是他们的白马王子 也属于天元出生于忍者家族 家里的兄弟姐妹 穿上天元一共九人 在兄弟姐妹中 有三个人在十岁之前去世 剩下的六个人 在父亲的命令下 被迫互相残杀 但他们都戴着面具遮住脸部 所以他们并不知道 自己在跟谁战斗 天元在杀了两个兄弟后 还察觉这是父亲的策划 只剩下了自己 与小两岁的弟弟姓纯 后来两兄弟 被父亲地狱式训练 导致弟弟成为一个 与父亲一样 病人无情的人 天元害怕自己 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于是脱离家族 自立门户 还娶了同样是忍者的三名女子 期间遇到 鬼杀队的产物夫要哉 对于任同他理念的 产物夫要哉抱有感激之心 而志愿成为鬼杀队一眼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 以随天元 他是游国篇 《讨伐上弦之溜》的 功劳者之一 也是第二级的中性人物 虽然他的个性奇怪 但他其实是个 温柔和疼爱老婆的人 你们对于他 有什么看法 还是你们还有 欣赏他什么地方吗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